《违背诗言的罪业》 违背诗言的罪业 就是违背上师的教言 教师 上师告诉你的话 你违背了 会有什么罪业 因为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觉得他从小就违背习惯 违背什么 从小爸爸妈妈讲话他也不大听 导致于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长大了根本就不听父母的话 让父母伤透心 但父母老年晚年还要为他操心受罪 这种不孝子 忤逆子多不多 很多 如果学佛修行的人 他在家里不听父母的话 不听老师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俗话说 不听老人言 怎么样 吃亏在眼前 那不听上师三宝的教言 你根本没有办法成就佛道 而且你会有什么样的罪业呢 现在就是要来讲 第一个我们讲到经典里面的根据 经典里面讲 敬奉言教者善 背离言教者不利 利害程度 随其奉行背离的程度 而有所不同 什么意思呢 敬奉言教者善 就是说你很恭敬 然后你很依教奉行 叫敬奉 上师如何指示的 你就恭敬地去奉行 叫敬奉 人前人后 始终如一 上师注释 你也这么做 你在上师眼前 在上师身边 你也这么做 你远离上师到国外 到外地弘法 你也这么做 上师他远吉 你也这么做 像这样的叫做敬奉 像这样叫做善 背离言教者不利 就是说你如果背离上师言教 无论是上师的眼前 上师的身边 人前人后等等的 上师注释与否 你只要有所背离 那你当然会有诸多不利 是不是 那至于这些厉害的程度 我违背上师的程度 他有没有厉害的程度 有啊 就随其奉行背离的程度 有所不同 奉行背离 就是说我已经 听闻上师的指示 教导 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我还故意违背 或者我还故意 就是跟上师承诺 我已经承诺要守戒 上师你放心 我会去做到这些 已经有所承诺的 或者你自己还发了誓愿的 他当然会有他的轻重差别 所以在这个 金刚杖序 金刚杖序 就是这个 金刚杖是哪一尊呢 大黑天 金刚杖序 他这个 秘序的典籍 他也讲 受到灌顶的弟子 倘若违背诗言 今生多有灾难 来世下堕地狱 就是你受过灌顶 跟上师有这个 师徒的三昧业界的关系 你又违背上师的言教 上师告诉你 不要这么做 你应该怎么做 对你比较好 修行应该怎么样 才会解脱 等等 你不听 金生多有灾难 来世下堕地狱 你看这个 我们学佛修行的人 大部分的人 就是说 以出家或者在家来 比较 在家的人 大多被当作什么 比较没有修行 大部分 当然在家人里面 也有成就佛道 也有在家人修学佛法 极其猛利的 你看这个 我跟出家众在聊天的时候 我一些朋友有出家 我们平常 也是会聊聊天 我们说你这个已经 你也做人的师父 对不对 学佛修行 但现在做法师 做法师 台湾看到 你要献一个法师 像就叫你师父 是不是 你也做人的师父 那你现在 我记得你以前 范拜 唱得不怎么样 你现在 有没有比较进步 他说 别说了 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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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唱的 都是居士 比较会唱 对不对 他说这种现象 很普遍 我说是 有很多 但是出家众里面 也有很超群的 所以不一定 那在家居士 普遍比起来 比较没有修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他要没用 他要柴米而言 这样促茶 他有家业 他有情业 他有种种的主业 等等 立即订阅 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Igொ hoor